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可以假扮一下网友 这样一直吐贼叫女战神 不对 比较像战车吧 你看看蒋万安被压成什么样子 战成名 一爆成名 刚才能说国民党是什么 一中当保 全党都打 我看也是啦 然后国民党现在加油三保 吴思怀 鲁鲁 再加一个陈玉珍 这个加党有三保 那全党你们会不会倒啊 居然还要帮他背锅 我必须要讲陈玉珍 我希望你能够搞清楚 你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选出来的立委 那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要说中华民国台湾 其实这是融合最多人的感情 台湾你如果看所有的民意调查 尤其这次武汉肺炎以后 认为这次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例 来到新高 那这个呢 台湾主体性那种呼声是越来越强 主流价值 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尊重 在我们台湾内部有一些朋友 他们的史观 比如说我旁边的伟杰 或者国民党一些人 或者一些大同派 那他们的史观认为就是说有个中华民国 那他还是在那样子脉络架构里头 他有他的史观 他有他的认知 他有他的感情 那我们都尊重 所以为什么会叫中华民国台湾 是凝聚我们岛上2300万人 生命共同体 大家最大的共约数 陈玉珍今天我不知道国民党在瞎听什么 他说苏贞昌不然你叫台湾国行政院长好了 请问一下苏贞昌有说我是台湾国行政院长 有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篡改 你自己有没有一点的知识呢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国民党认为这句话太重了 是国会议员支持 那陈玉珍说我是新门选出来的 但是我要告诉陈玉珍 你不管是哪个地方选出来 我请问你 你在区域立委的身份之前 你是国会议员 在国会议员身份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要对这块土地认同 当你说北京是中央 台湾不是国家 这连起来 你再告诉我们什么 你不是跟北京的口径一模一样吗 北京是中央啊 台湾是地理名词啊 台湾不是国家 北京是中央 所以是一国两制咯 你的意思是这样咯 这些都出自你的话 国民党你们挺这样子的国会议员 苏贞昌说他是国会议员支持 有哪里不对 你对国家的忠诚度在哪里 当你脱口而出 北京我们中央的时候 其实你的嘴在说你的心 所以你告诉我说 我们国家国号叫中华民国 没有人要改这个国号啊 你贬义台湾 国台办听得很高兴吧 北京听得很高兴吧 你这么爱中华民国 请你去跟你的中央讲 中华民国宪法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你们根本是乱臣贼子 对不对 大陆是我们的一部分啊 你去跟习近平讲啊 中华民国管辖你们啊 连蒙古都进来嘛 你要这样子嘛 你不要在台湾那边大呼小叫的 然后说北京是中央 台湾只是一个地方 你这是什么国会议员啊 国民党居然还挺他 国民党你们这嫌你们自己 败的不够多是不是 主流民意在哪里 台湾人民的感情在哪里 我很接受中华民国台湾 虽然我的感情是台湾 我接受是因为我觉得 中华民国台湾 我尊重生活在这块岛上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历史记忆 有不同的认知我尊重 可是陈玉珍 你的所作所为 你不是在附和北京吗 你不是在违背主流民意吗 你不是在贬低台湾吗 你的脉络楼梯里头 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这样的国会议员 国民党居然要挺 如果国民党愿意 当一个万年的在野党 你实事而为 违背多数人的认知与感情 如果愿意这样 家庭这样一个 家有三宝其中之一的 这一位陈玉珍 你们就继续吧 选票会很残忍地告诉你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